你說 警方到場 雙方人馬持續大聲互嗆 遠景掏槍怒吼 警方舉槍鶴令 雙方才乖乖配合 但在警方到場前 兩名男子把馬路當成格鬥場 相互揮拳互殴 徒手互殴打到不可開交 地點就在六合夜市 其他民眾嚇壞了 警方調查兩人衝突原因 是不滿被按喇叭 信音自小客車駕駛鄰難 認為路人紅男在路中行走過慢 所以按名喇叭提醒 雙方因此發生爭執 穿黑上衣的紅杏男子 疑似過馬路走太慢 遭開車的零性駕駛案喇叭 雙方爆發口角 還出拳互殴 警方拔槍強勢執法 遠景拔槍借備赫子控制現場 後續調查 認為林楠與紅楠皆有動手 兩名男子通通被帶回派出所 雖然互不提告 但互殴過程全被監視器拍下 警方一受違法送辦 過馬路太慢竟然變成衝突原因 也讓警方聽了狂搖頭 記者黃旬蔡雙集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 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